慈禧正在欢欢喜喜地筹备他的六师大寿庆典 而清军却在朝鲜半岛上接连势力 承欢之战中 叶智超连夜从汉城跑到了平壤 而日军却整个带旦 一路向平壤进发 就在叶智超准备逃跑二连时 却遭到了左宝贵的强烈反对 9月15日 日军对平壤发起了攻击 左宝贵身先士卒 战死在平壤牡丹台 成为清军高级将领 在甲午战争中壮烈殉国的第一人 左宝贵死后 本就无心守城的叶智超立即炸降溃逃 率领剩下的一万多清军 一鼓作气狂奔五百里 只用了六天时间就跑过了鸭鲁江 退回辽东 完成了他的逃跑三连 他这一跑 直接让日军兵不雪刃 占领了朝鲜 然后把战火烧到了辽东半岛 10月24日 日军进犯辽东 鸭鲁江防线被日军轻松堵破 随后日军先后占领丹东 凤凰城 荆州等敌 万寿无疆 得知消息的李鸿章想派舰队 护送援军去旅顺 但又担心日军射服 伤了他的宝贝疙瘩 于是改从陆路 只让北洋水师在海上巡航 牵制日军 将活动范围划分在 登州和威海之间 在李鸿章的置敌宝船政策下 北洋舰队全服军港 11月21日 日本进攻吕顺 部分守军未战先逃 从22号到25号 日本开始了长达四天的 震惊世界的吕顺大屠杀 吕顺全城仅幸存了36个中国人 吕顺失守后 日军搁置了其原有方案 转而向山东半岛进攻 以海陆配合攻占威海卫 意图一举消灭北洋舰队 但威海卫的地理未知机甲 其三面环山门口向东 刘宫岛扼守其前 形成向东向北的两条航道 刘宫岛两侧小岛众多 港域未知机甲战略意义重大 被称为不沉的战舰 也是整个交通半岛的海上屏障 其向西有蓬莱 北阁渤海海峡与吕顺互乘机脚 共同守卫北京和天津的安全 但日军置吕顺后 却绕过了防御力量较大的正面 转而去偷袭防守薄弱的戎城湾 日军分三路并进 以军舰封锁刘宫岛东西两口 右断北洋后路 摩天岭 杨凤岭等各大炮台的相继失守 使得刘宫岛成为孤岛 丁路昌看着炮台上的烟火 心中百感交集 就在这时 一东让人送来了劝降书 丁路昌看完后一言不发 就将信撕了个粉碎 随即与众人商议 决定派人去岛外求援 丁路昌将信郑重地交到水兵手里 并嘱咐他 一定要在11号之前带回援军 水兵向丁路昌重重地磕了个头 随即转身投向大海 水兵好不容易遇上援军 随时他们却收到了回防天津的命令 他眼睁睁地看着援军离开 却无能为力 辗转多日 水兵终于将信递到了李鸿章手上 李鸿章当即下令增援危海 并让人带信给丁路昌 让他带领能动的军舰 趁黑冲住刘宫岛 与此同时朝廷也催促他加紧议和 太后的意思是 只要日本人不进攻北京 可以开个价 把辽东和山东暂时让给日本一段时间也行 美国愿意从中调停 那 那样见对呢 这 从李莲英的表情 李鸿章知道 慈禧这是要放弃北洋水师了 但他绝对不会想到 援军在路上遇到了逃跑的王平 王平谎证刘宫岛已经失守 援军不加河时就立即调转码头回营 援军迟迟迟不到 而日军却接二连三的前来偷袭 萨人兵率兵守卫日到 伤亡惨重 再加上弹药不足 早已是强弩之末 以东 平静 东向 你们这群老同学 来 咱们 咱们再摔一脚吧 来吧 炮弹击中日军左先 但炮弹没炸 又穿过右衔落入海里 萨人兵坚守日到 但寡不敌重 在丁武昌的命令下 只能返回刘宫岛待命 日军的频繁偷袭 使得首岛士兵人心惶惶 违远 爆发 来源等舰 先后遇袭 底下 人心四变 在牛床柄和杨元的叫缩下 水兵们几次三番地 逼迫丁武昌投降 牛床柄与杨元健壮也纷纷下场 但丁武昌却宁死不详 刘不禅奉命 炸毁定远 一动看到后 立即打出信号 劝他投降 刘不禅亮枪的下 心中无限悲凉 水兵劝他下船 而他却独自一人 走进了船舱 这是北洋水师的末路 也是蜻蜓的末路 定远见缓缓下沉 刘不禅亮亮腔腔地走进了船舱 他的目光落在了墙上挂着的相框 刘不禅坐了下来 思绪仿佛回到了幼时 此去西洋 甚至中国自强之境 舍此无可他求 背负国家之未来 求尽洋人之科学 付七万里长驼 别祖国 父母 之邦 刘不禅追随定远舰 自杀殉国 而水兵带回的消息 也不容乐观 得知援兵无望 如今只能靠他们自己突出重围 丁如昌立即将李鸿章的意思 转达给了众人 但剩下的军舰 寥寥无几 大多都损失惨重 更不要说出海作战 自己一开炮 就直往海里翻 众人爱声叹气 丁如昌心中更是无限唏嘘 我跟随李中堂半海军 二十余彩 惨淡经营 千辛万苦 培养了一批骁勇将才 勾来了一批铁甲战舰 曾为亚洲第一舰队 谁想 未曾败于海上 却败在陆军手上 他常想 如果太后不修颐和园 北洋舰队就能增加二十艘军舰 如果炮弹充足 都能炸响 海军也不至于一艘敌舰也没打沉 如果仲堂大人放手北洋舰队的活动 他们的胆子再大一点 也不至于困手孤岛 憋在岗内挨打 如果陆军能战 吕顺 危害的防守也不至于攻破 如果援军能及时赶到 北洋舰队的主力 也不至于覆灭 为什么 一切 都没按照 如果 去发生 难道 真是应了那句 气数已尽的预言了吗 丁汝昌死意已决 他将重建海军的重任 交给了萨振兵等人 自己则回到内室 看着一东送给他的小船 伴着友谊地久天长 福度自尽 丁汝昌死后 杨文轩也随之自杀 牛床柄又推举杨用林 与日军接洽投降 却再次遭到了拒绝 邓世昌 林有胜 刘不禅 林吕中 他们不都已经死了吗 好 就让我们这群老同学 一块举手去吧 同去 同去 人生自过 谁勿死 留去担心 赵汉清 杨用林 隐淡自尽 牛床柄以丁汝昌的名义 签署了祥书 刘公岛沦陷后 镇远 纪远 平原等剑被俘 只有康契后 被日军解除武装后 交还给了中国 他宰着为国捐区的 北洋将领们的官就 及残存的北洋官兵 默默地使力为海卫 家务战败 北洋水师全军覆灭 李鸿章能渡日本 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从此亚洲霸主东夷 中国丧失了近千年的尊严 清王朝则从这个 可耻的时刻起 走入了大崩溃的最后一幕 我们下部剧见